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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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过去是淹水灾害 大家看到这种触目惊心的景象 然后本于这个人秘几秘 人秘几秘的这种精神 大家全力救助 所以说编辱大量的预算 但是我们也了解像这些相关的预算 相关的特别条例 它在里面也明白的规定 不受到地方制度法的限制 也不受到政府财政收支划分法的限制 也不受预算法的限制 也不受扩大公共建设投资特别条例的限制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 在过去八年1160亿里面 如果我们把其他相关部会的这些预算 把经济部 农委会跟内政部编列在处理水灾治理跟土石流的经费相关的 全部算在一起的话 另外还有差不多2492亿的经费 这个详列表复二 那这是我们预算中心法制局所定出来的 他这算八年是不是 九十六年到一百年啊 九十六到一百 只有五年啊 五年五年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里面也提出来啊 因为大家都是早眼于仁义即逆 权力救灾 这种经费 因为触目惊心嘛 大家都有同情嘛 就这样编列这么多预算 可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啊 因为不受这个限制 不受那个限制 不受这个限制 不受那个限制啊 发包啊 执行啊 再加上我们的水患治理特别条例里面第二条规定 委托直辖市县市政府农田水利会来执行 在这执行的过程中 还有委托的过程中 我们也确实发现啊 有许许多多这种 不管是中央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啊 无效 重复浪费 甚至贪赌的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看到 地检署侦办起诉 对于水利署的啊 就很多嘛 对不对 然后下面各核算局办理制水工程 弊案侦办也蛮多的嘛 对不对 地方政府里面也有嘛 监察院也有弹劾的嘛 所以我是认为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还是啊 持续的像这样子用特别预算来编列的话 那就像我们的法制局预算中心跟监察院所提出来的一样啊 他说 因为每年政府投入障碍防救 还有这个水利就治水患的这个经费啊 这个投入这个经费相当的多啊 可是他也意味着他也会排挤我们的经济发展 教育科学文化等其他的支出啊 为了提升相关的我们这些治水防治水患啊 这些资源的运用的效益啊 应该积极规划整合啊 我们的水患的防救相关的这个业务啊 还有中央政府在总预算应该要充分的揭露啊 而且应该是以正常的预算的方式啊 来编列啊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在部会里面 那透明化啊 充分的揭露 然后也利于我们呢 有效的监督啊 在这一部分 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都是因为特别预算 特别预算 大家基于同情啊 触目惊心救急救灾啊 有的时候大概脱离了正常我们的预算法相关的啊 这些监督的机制啊 难免就出身弊端 中间重复投资浪费啊 贪图的也实有所闻 所以我是在这边 我是支持啊 你们经济部的这个想法啊 就应该把它变列在啊 变列在我们正常的预算里面 我们记得这样才能可惨可救 可是我也在这边要提示啊 你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啊 每年我们看到经济部总有因应国家的这个重大的政策啊 希望能够啊 加强我们的投资 加强我们基本的这个 这个科技实力的提升 关键技术的提升 可是相对没有编列经费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编列水患的这个经费的时候啊 你不要又说水利署啊 0.12 0.3的这样子 增减啊 应该提出相关的经费啊 编列进去 实质的编列进去 这个很重要 谢谢 将来当然移转单位以后啊 水利署至水患 移到环境资源部去的话 那也应该编列相关的经费 可是我也觉得啊 我们立法院对于相关的这种 还有各部会啊 对于相关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啊 很重要 你可以看到像监察院的这个报告里面 其实很清楚嘛 对不对 很多因为交给地方政府啊 地方政府迟迟 不管是土地的征收取得也好 治理工程完工后 没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后续追踪也好 甚至移交的清澈 都有遗失的这种情形啊 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啊 这种情形 要求县市政府定期的召开专案小组 讨论追踪工程严重落后 或停工程执行的进度 要成立跨局处的用地 推动小组 也对部分县市这个淹水改善的面积 未达预期的目标啊 也要列他追踪管制 因为地方政府是执行单位啊 执行这个就没有没有有效啊 对不对 也要持续追踪 督促协调地方政府 尽速完成相关的移交作业啊 对不对 他工程进度严重落后 也没有做相关的移交 然后这个做的工程 对于真正水患的这个治理改善的绩效 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这一部分我觉得是应该 中央政府也要加强监督 那这部分看起来目前 应该有改善的机会 怎么说呢 过去很多地方政府 根本没有水利单位 或层级不够 现在几乎所有 现在政府都成立了水利处 所以变成有一个单位可以来负责的 情况毕竟好的很多 对 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提出来的 我基本上 我认为应该编列长年的预算啊 然后 而且要宽列预算啊 去治 可是政府啊 要从严到 要监督执行的这个进度 然后 对于绩效啊 要从严的去管考考核 否则的话你可以看到 滥用了 我们民众的这种同情心嘛 我们看到触目惊心的景象以后 人力极 我们大家就编列很宽的预算 可是在这个里面 重复编列 重复投资浪费 你看看 你光是 这个特别预算里面就1160亿 可是如果就警察其他的经济部农委会跟内政部有关治水的防灾的一些相关经费 还有2492亿 那跟我们报告一下 以后这些经费啊 都会回到那个环境支援部去 就整个变成一个系统啊 就看得清清楚楚的 好不好 那我 我觉得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部长 我们看到陈德明啊 这个商务部的这个部长 他这个极有可能马上升这个主管大陆军贸事务的副总理了哈 那么他有提到啊 说这个台湾要以最后国大于开放两岸关税 要解决大陆不在 呃这个外面大家解读啊 都是大陆不愿意在当方面的让利了哈 那18大的时候胡锦涛又说两岸要进行政治的协商啊 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先经济后政治的这个政策啊 已经受到相当的挑战 我跟文报告一下 目前我个人所了解跟接触的先经济的基本方向 并没有改 先经济 可是现在他这个要求说要进行相关的政治协商了 那是不是你没有进行相关的政治协商的话 好 那经济的让利可能也会有所停顿 那我跟文报告一下 所谓让利这两个字啊 事实上我们觉得也不尽得 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 因为呢 两岸的基本的协商是采取平等协商 对 可是我们也都了解啊 像WTO的精神呢 是对等相互啊 可是很多是我们可以去 大陆同样的不可以来 某种程度来讲 也违背了WTO的相关的精神 是的 那大陆没有在这方面深究 从总共来讲 陈德明的谈话是不是已经代表 大陆准备在这方面 要进行 这个 我跟文报告 因为我们跟大陆都在谈判呢 所有的货品跟呼帽 我们觉得 他的谈话内容 跟我们在对岸谈的过程里面 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性 好吧 我在这边再提出来啊 这个 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对大陆太阳能产业 最高要增到249%的反倾销税 看到这个消息了 那对我们台湾的太阳能产品来讲 有没有哪些这边的影响 我们认为对我们出口应该是有帮助的 所以经济部有一个专案计划 我们目前有能源级的副机长 在带队跟产业界结合起来 如果到国外去取订单 认为机会比起好的很多 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都有 当然会增加 日本主要是因为 那个辅导之后的那个商机 美国主要是因为 反倾销税的问题 那对我们的这个 太阳能的产品的外销 会增加多少商机呢 这个要争取 这要争取 这要争取才知道 这个要争取才知道 是的 好不好 但是我们有个专案计划 也希望你们仔细地评估 听取相关业界的心声 能够把握相关的机会 我们有跟那个太阳能 那个协会主在一起 一起做争取商机的工作 但是我们也看到 这个大陆这个陈德明讲啊 说大陆与美国贸易战的话 谁都输不起啊 是两面刃啊 对我们在大陆的台商 以出口为导向的台商的话 是不是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假设这个大陆跟美国的关系 紧张的话呢 我们相信对于在台湾 在大陆的台商一定有影响 这是可以预期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出口 以中间才为主 间谍来讲 我们可能会受到影响 好吧 我们也希望经济部 在这方面做好相关的规划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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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